各位朋友大家好 zlibrary最近又发布了新的消息 先给大家通报一下 你打开zlibrary登录之后 看这个最上面 它增加了两条连结 这个连结1和连结2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把这个网址打开 你储存一下 因为我到目前为止 是收入了zlibrary 通过洋葱浏览器 4个网址 这4个网址都能打开 就是万一最近不是老是不稳定吗 就是如果哪个网址 就是打不开了 你有一个变换的余地吧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发布这个消息之后呀 就是这个它的速度也快了不少 通过洋葱浏览器 我用这一个书来搜索 你看一下它是pdf格式 比以前仿佛就是快了好多 zlibrary发表这面博客呢 它大致意思就是说 网络经过了改版 新增加了新推荐部分 就是说对这个图书上传着说 谢谢这样一个选项 并且严明了这个zlibrary目前的处景 说是经历着14年以来最艰苦的时期 图书馆的工作可能会受到干扰 正在尽一切可能 确保全球数百万人 免费获取知识 并向广大社区会员 发出了呼吁提供帮助 并支持图书馆的建议 另外还公布了2003年的计划 计划的首要任务是 让全球用户都能访问图书馆 并让图书馆的藏书更多更好 这一消息是令人非常兴奋的 第二点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 我上期节目有好多朋友都观看 也留言了说对她帮助很大 这是对我做节目最大的鼓励吧 但是我最近两三天发现安娜的速度真的很慢 完全不是我做节目那时候的速度 还用这本书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一下跟这个不一样的 他这个匿名镜像增加了三个 当初只有一个 现在这个镜像三他速度不行了 比如说上期节目的时候他慢了很多 那安娜这个图书馆 那可能是近期由于访问量增大 还是某种原因 反正现在是速度很慢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现在目前这种情况是很慢的 就是说他有时候往前跑 跑着跑着也就是说 显示一个加载不成功或者错误 网络错误什么的 不知道你那边遇到这种情况没有 接下来呢我们用全国图书馆参考自信联盟 来搜一下这本书 打开他的首页 收入这个书名 然后点击搜索 第一本就是我们要找的书 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哈 他有这个SS编号 点击这个图书馆文献传递 他是可以传递的 这个书呢是有600多页 估计一次可以传200页左右吧 但是呢如果你要把整套书全部下下来 没有各把月时间是不行的 因为从第二次开始他就开始限制了 这个网站之前书还比较多 据说近期下架了320多万册 上面还有百十万册书吧 感觉呢整个这个网站呢 他跟这个政策走的是比较近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前几天我做过一期节目叫风情不摇晃 当时还能从网上搜索也可以下载 现在我们再搜索一下这本书 就没了 所以呢就是他对这个政策好像比较敏感 人家图书馆都是书越藏越多 他下架了绝大部分 而且对这个书还挑三减四 我估计这个网站慢慢也会走向衰落的 下面我们用这个512万书表搜一下这本书 大家看这里面也是有的 这个512万书表 除了他这个书比较齐全之外 你应用这个书的时候 需要你拥有离线的书库 如果没有书库 你只能检索一下信息 这个书库建立起来相当麻烦 他要占用大量的空间 如果你存到网盘群里面 很可能今天限制 明天限制 就是你下载不全的 最好是什么呢 自己用这个硬盘把它储存起来 最后我们用一下 已经下载好的网盘目录 来搜一下这本书 大家看这个也是有的 这个也是有的 他位于第12盘23包第二层 你是拥有就是全国图书馆联盟 他这个独立的书库 你才能这么搜 要不然你这个目录搜了也没用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他这个文件大部分都是压缩包 ZIP就是单页的形式 根据我的经验 这里面有密码的大概占到16%到27%之间 那所以呢你就需要相关的解压软件 如果解不了的话 这个用起来也是不方便的 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你没有这个离线的书库 那么现在用起来最好的 还是Zlibrary网站 虽然现在它只能通过洋葱浏览器 和另外一个来访问 但是现在它的性能 主步在恢复过程当中 Zlibrary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就是新书收的比较多 你像离线书库 你18年2018年之前的书 找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最近的书 那个书库里面都没收 你根本找不到 只能借助这个Zlibrary来找 那安娜呢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那边是什么情况 我这边是速度很慢的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 那安娜很可能就面临着 大部分用户弃用这样一个情况 安娜也是靠住这个捐助来维持运行的 估计它现在捐款不足 还是怎么着说不清楚 Zlibrary我知道它捐款非常非常多 而且它有余力用这个捐款来雇佣团队 来打理这样一个网站 所以大家用起来比较得心用手 全国图书馆参考联盟 如果你用的书比较少 而且不是全书的话 这个网站麻麻糊糊糊还能用 512万书表呢 这个书比较全 但是新书不多 配合Zlibrary用起来比较方便 最后一个就是下载的这个图书目录 这需要你有立线的书库 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本人呢就是比较喜欢电子书 而且接触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重大信息 我还会再做节目 通知大家 为了能及时收到相关信息 请订阅关注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收听 再见